觀眾朋友 你好 中度颱風 太粒對臺灣的影響 應該是越來越小 不過你說 我們人實在很奇怪 風太不來 實在應該是謝天謝地 感謝俄羅族 但是還是有很多人說 那奇怪 這個風太很不信用 說要來才會不來 另外一點呢 是這次呢 預測 包括臺灣 日本 美國 各國的整個預測路徑 其實是相當一致 可是呢 也相當一致 跟最後的路徑 有很大的偏差 提前 而且是一個大轉彎 現在呢 要跑到日本去了 為什麼呢 是在整個預測模型上呢 是否有一定的限制 跟一定的一些挑戰 還是說呢 這一次是真的 大家叫做預測錯誤 這是一點 可是呢 另外一點呢 其實這一兩年 大家會感受非常清楚 非常明顯 奇怪 才會熱人 熱到要坐 有夠熱的熱 沒中就三十七度 三十八度 甚至要到三十九度 甚至說這感覺體溫 那個叫做四十幾度 第一個 夏天越來越熱 第二個 暴雨越來越多 極端氣候的問題呢 不只出現在臺灣 在美國呢 這兩個月呢 被所謂的兩個颶風 就是我們說紅胎啦 結尷尷尬嘛 在菲律賓 一樣有非常大的暴雨的襲擊 日本呢 九州的部分呢 一天降下了一千毫米的 這個雨量 極端氣候 接下來很可能會造成非常非常多的 這個叫做氣候難民 第一個 耕地面積呢 可能會大幅減少 第二個 海平面上升 海島國家呢 恐怕會面臨無處可去的 這個困境 今天從太立 颱風轉彎 談到極端氣候 對全球 特別是對臺灣的影響 跟我們該做什麼 來介紹今天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文化大學 大氣系的主任 曾鴻陽 曾老師你好 大家好 姓桑好 非常感謝 我們再歡迎是中研院 地球科學所的研究員 汪中和 汪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大家好 其實接下來這個單位 其實我是非常敬佩 說實在臺灣防災 真的要靠他們 我們歡迎是國家災害防救研究中心 氣候變遷組的組長 陳佑銘 陳組長你好 大家好 組長好 是怎麼會查那麼多 我們先來看看這一張 這個其實我們都知道 你不能夠苛責中央氣象局 因為那實在沒道理 你媽媽說奇怪 四天前 你就說這樣 四天變得掉 說實在 人家不是心了 可是呢 一個通常 中央氣象局 這一次跟日本 美國各國的預測 都是幾乎是一模一樣 我們來看看 在禮拜天的時候 說這個紅胎 太粒會大概從臺灣的臺東 穿過高雄 然後呢 穿過臺灣海峽 到中國大陸去 四天前是這樣講 那到禮拜一的時候呢 是說颱風呢 是會稍微往北一點點 大概呢是在宜花這邊登陸 然後到禮拜二的時候呢 是說再往北一點點 這個叫做西北臺 在基隆跟彭嘉宇中間穿過去 娘威 就說我們很久沒遇到這個西北臺 臺北可能會去跟彭嘉宇咪咪咪咪 然後呢 在今天下午的時候 沒有啦 很早就彎了 在這邊 所以根本也不叫西北臺 就直接去侵襲日本 臺灣當然要很開心 不要說什麼賴神來當隔魁 大家就沒颱風架可以放 可是呢 最大是說 娘威 日本可能臭要等 接下來這一兩天 日本可能災情要非常非常注意 可是在兩天前 三天前 這個颱風看起來根本跟日本 一點關係都沒有 怎麼會這樣子呢 我們來看看太立颱風的動態追星 中度颱風 太立路徑偏北轉 氣象局持續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傍晚五點半 颱風中心位置在臺北的 東方約四百一十公里的海面上 以每小時十二公里的速度 向西北轉 北北溪移動 預計明天暴風圈就會遠離臺灣 不過受到外圍環流的影響 從下午起 北臺灣就會出現明顯的降雨 尤其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 北部及東北部會有大雨或好雨發生 而且北部山區震風可達八到九級 到了今天晚上到明天 我們可以看到颱風正好在通過 臺灣東北的近海 所以在它的外圍環流影響之下呢 在北部地區降雨還是持續比較明顯這種情形 而受到太立颱風的影響 到傍晚六點為止 國內籍兩岸與國際航線 共取消超過兩百架次延誤二十三架次 本來我們是南方航空的 它現在改成東航的 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取回來 而太立入境戲劇性的往北修正 氣象專家表示 主要是因為太平洋高壓往東退縮 加上北方封面系統的牽引 才讓颱風加速北轉 所以不是氣象局的預報不准 世界各國都已經用科學極限在做預報了 對於高壓的變動仍有其盲點 它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事實上超級電腦運算出來 為什麼會錯 因為你沒有給它非常完整的觀測資料 所以它一開始就不一定是正確 氣象局提醒太立颱風預計 明天到達琉球群島後會 轉彎北上 而且會吸收海洋水氣 持續變胖增強 到達中臺上線 然後朝日本列島方向前進 這幾天計畫前往日本旅遊的民眾 得多留意颱風的動態 記者綜合報導 不過鄭老師請教您 就是說在之前一直講說 因為太平洋高壓 會一直壓著這個太平 那個太立颱風 一直往這邊的方向前進 可是是不是包括臺灣 日本美國這些擁有高度 專業的國家氣象預測都無法掌握 這個太平洋高壓 為何會突然減弱 在這個 我們再從這個觀眾的 或者民眾的觀點裡面來講 這個颱風的確在預報上面 帶來了民眾相當大的困擾 這個是感受上 這個是絕對沒有問題 很多水果蔬菜都收成了 甚至於放假都已經先放回家了 惠登中學放兩天半 是 因為沒有辦法 為什麼 是科學上真的有困難嗎 你從科學上裡面來看 第一個就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 其實上來講 就在太平洋高壓的邊緣 就是說 他要延不延 就在這裡 你只只走 那就當然衝向大陸 如果在這個地方一轉彎 就往日本 那實際上 在地理的位置上面 在氣候位置上面 他原本在臺灣這個區域附近 原本就是颱風轉彎的位置上面 在先天上面 他在判斷上面 就已經不是那麼的容易了 OK 那第二個 就跟這個季節有關 如果我們是在正 夏天的時候 完全的所謂的正夏的時候 實際上來講 我們只要考慮太平洋高壓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 他的導引氣流 基本上由他決定 那漸漸的進入到秋天以後 他的導引氣流 會由太平洋高壓 跟北方的 這個 我們所謂的封面系統 他兩個 互相來做一個交互的一個作用 那也就是說 他的複雜度 基本上就會比 我們的 這種純正的夏天 要來的複雜 OK 那第三個 就是剛才那個 吳德榮 他也提到了 就是說我們在整個的預報裡面 他要預報的準 他大概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要有資料 是完整的資料 第二個你要有很好的理論基礎 第三個你有計算機 後面兩個我們假設都有了 那我們看到我們的西半邊 好 我們東半邊 基本上都是一片的大海洋 是 所以他上面的資料 的確是非常的不足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執行 這一個所謂的追風計畫 那即使有了這些都還是會有 我們預期不到的 因為終究有很多的這種的變化 在臺灣這麼樣的一個小的範圍 這個附近的時候 他只要一小變化 對我們來講 這個變化都會相對的會被放大 吳德隆 吳老師其實在我們這節目 以及在其他節目也都談多說 如果說 因為其實不要相信 外國的月亮比較遠 是 我們自己能掌握的資訊 很可能至少在這邊 我們比美國 比日本還要強 是 但我們其實有很好的武器 叫做空軍 或者是說所謂的那個 所謂的那個那個 追風計畫等等 但這部分的能量 並沒有投入到氣象預報 應該這個也並不能這樣講 因為我們的空域會受限 我們不能飛到去多遠 要參加一個飛 我們不是要去那邊 我們的飛機也不能飛到這麼遠 好 因為那個進去以後 那個飛機要特別的專標 那我們就需要更多的投入 這個都是必然的 那在面對這樣的一個狀態之下 實際上來講 我們能夠採取的就是說 科學上雖然有它的極限 可是對於颱風這樣的一個 變化的一個狀態 實際上來講 我們現在可以做的 第一個就是在這種資訊上面 能夠更透明化 什麼叫透明化 現在我們基本上氣象局 大概是三個小時 六個小時對外發布一次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針對著 這種颱風 如果有一個比較大的變化的時候 實際上我們不必拘泥 你隨時就可以發布 隨時就是發布 尤其是面對著媒體 更應該 因為我們現在得到的 這個訊息裡面 實際上蠻多的來自於媒體 不管是網路也好 或電視也好 是 你不斷地把這個消息 出來的時候 實際上當你在看到不斷的 這個變動的過程裡面 實際上民眾心裡已經有數了 就是這個颱風 可能 目前我們的掌握 可能不是那麼好 那大家心裡有準備 那對於這一種的防備心 有強 強化的話 實際上也就是說 你的防災意識相對比較強 實際上就是說 你受到災害的 是 損害的機率就會降低 不過因為現在我們氣象法 所以也不是說 那個各家媒體敢隨便亂談 所以就必須從源頭 依氣象局的資料 才能再去談 因此呢 所有全臺灣的民眾依賴的資訊 最重要就是氣象局 對 他也是唯一官方的 實在說 這樣他會炒到死了 如果說二十四小時 隨時要發佈的話 不過這沒辦法 這個就是當你在少數的 這種特殊的天氣的時候 了解 實際上來講 這也是一個責任 不過我們來看看氣象局 預報中心前主任吳德榮 吳老師去談談說 為什麼在兩三天前的預測 跟今天的路徑 會有這麼大的差別 吳老師為什麼這個颱風 入境大門的修正 我想這是一個很大的誤會 因為這個颱風走得很快 所以目前所有的預報單位 都大致上都有做五天的預報 那這個颱風呢 你在五天前預報的話 它離台灣大約有兩千公里 兩千公里 那麼遠的距離 然後預報單位每天都在瞄準 那就希望能夠掌握到最準的位置 但是五天的那麼長兩千公里的距離 到台灣其實誤差個四五百公里 是正常的誤差範圍 它到底問題錯在哪裡啦 事實上超級電腦運算出來為什麼會錯 因為你沒有給它非常完整的觀測資料 所以它一開始就不一定是正確的 所以這個太平洋高壓突然不見了 它不是突然不見 它沒有突然不見 這個都是媒體的傳導有問題 它事實上太平洋高壓在它的預報裡面 五天之前的預報 就知道會有一個破口 在台灣附近的時候 它在這個附近會轉彎 所以當時的預報呢 那個電腦模擬是認為 它是過了台灣以後才進到這個破口 就是它已經抵達台灣 到台灣西岸了 西邊的海面上才開始北轉 那後來呢 它又有模擬出來說 是在台灣上空北轉 也有可能在台灣東岸回轉 一開始預報它的不確定性 就有這三個可能性 不過從廖敵從寬的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應該要給氣象局更多的支持 更多的鼓勵更多的肯定 說實在這四五天 他們全部都是盲翻的 不太因為說有一些所謂的誤差 然後你說人家補不準 不然你自己來補看看 可是我要請教陳老師一個 很重要的是說 今年的颱風呢 好像都不太容易測得準 再來是說呢 是否因為什麼樣的因素 使得整個席臺的颱風 好像又變多 但是好像又沒有真正打到台灣 長期觀測我們的颱風 不管是在數量上 路徑上 有明顯的改變嗎 颱風的預報 基本上的確給大家所知道 基本上它有它的不確定性 其實我想一個觀念就是說 預報在不確定下 其實防災的操作變得非常重要 其實在剛才曾老師提到的 其實在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隨時在掌握這個颱風可能的變化 那包括我們防災的區域 防災重點 其實政府都是隨時在掌握當中 比如說一開始像這張圖上 我們開始會針對南部地區 會開始做防災整備 其實政府單位對這樣的訊息掌握 是非常的快速的 所以當它有變化的時候 基本上這樣的一個從南到北 該提醒的防災重點 其實相關單位透過這樣的訊息掌握 基本上是能夠在防災上 操作上去彌補一些所謂的這個 所謂預測的一個不確定性 是 那所以事實上面對各式各樣的颱風 這幾年來各式各樣的颱風都有 比如說從南到北 從西到中 變化都有非常不確定性 我想政府面對這樣的一個 非常多的不確定性的防災的一個訊息來講 基本上都有備無患 那事實上大家剛剛提到的這個就是防災未然 基本上我們的防災操作的係數是比較大的 是 我想大家有這樣的共識 那盡量在這樣的背景下去降低它的災害 那洪災有比比較多 事實上大家會以為說這樣子暖化的情況之下 好像颱風會比較多 那事實上在研究裡面 事實上暖化會事實上讓整個大氣條件做一些改變 結果研究顯示 基本上好像颱風的個數不見得會變比較多 它甚至變比較少 可是問題是它所謂這種強烈的颱風 或是極端的強降雨的颱風 這樣的個數事實上是有變多的一個狀況 所以對災害來講就是 你可能 像莫拉克那一年 可能就沒有颱風來 可是一來 它的颱風很可怕 對 類似像 類似這樣的一個個案情境 事實上在暖化的情況之下 是會比較明顯的發生 陳老師我聽不懂 如果說我們全球暖化 那就表示說我們的那個水氣是更旺盛的 是 水氣更旺盛 理論上它颱風的形成數量應該是更多 可是你的觀察反而是更少 應該是這樣子說 當我們暖化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上面的這個高壓 基本上是比較強的 是 那比較 其實它是壓住我們的大氣 所以它基本上 你底下的水氣雖然是比較多 可是你不見得衝得上來 發展成對流系統 可是但是它一旦突破之後 它就變成非常超強的一個系統 所以像看到美國或像我們近期的這樣 去年三個強烈颱風 類似這樣的個案 所以暖化它不見得會讓 因為相對來講 我們大氣是比較穩定的 可是底下的熱一直在提供這個水氣 就好像我們現在是斯巴達教育 栽培的這個士兵不多 但是出來那個整個士兵 都是很可怕的士兵 不過我再請消消王老師 我們先談談這個颱風 因為它並沒有被我們的護國神山破壞 但是現在是直衝日本 對日本來講 這個會是非常可怕的一個颱風 是一定的 這個颱風它在行進的過程裡面 它會不斷地吸收能量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它不斷地長大 目前來說已經長大了 中度颱風的這種等級 然後再經過了這個海面 它的溫度也不斷地升高 然後吸納了很多的水氣 所以它的降雨量也非常的可觀 它的結構目前來說也相當的完整 所以預計它如果降雨的話 其實降雨的強度會非常的可怕 所以對日本來說 當然它要極力地 全力地去好好的防範 是 剛剛有提過九州 今年就經歷了一個可怕的水災 是的 那現在它看起來又對著這個九州過去 所以對他們來說 這當然是他們要極力去防備的意見 所以不管是臺灣人現在在日本旅遊工作的 或是日本所有的民眾要對這個颱風 所以幸好沒來臺灣 可是現在去日本 但是颱風的數量入境 以及我們對颱風的預測 跟全球氣候變遷有什麼關係嗎 會的 剛剛那個陳主長有說過了 他說這個按照我們現在的模擬 那我話在過程裡面颱風的數量 它的變化比較多 會不一定會增加 因為它受到了這個高壓 受到了側風 它的影響 所以它的行程數目不一定增加 這是我們現在難以掌握的 它的強度會不斷地增強 所以這是第一個 它會改變它的強度 提高它的威力 另外一個就是在暖化的過程裡面 除了大氣以外 海洋的變化也非常的明顯 以我們這個太平洋來說 我們的聲音跟反聲音現象 隨著暖化 其實它的頻率跟規模 都一直都不斷地變大 當這個聲音跟反聲音現象 不斷交互發生的時候 它其實改變了我們太平洋 整個東西兩側 它海溫的這個分布 在聲音現象的時候 東側它的溫度比較高 在反聲音現象的時候 它的西側的溫度比較高 那高溫的地方 就容易產生低氣壓 然後這個在核式的氣象條件 它就會形成颱風 在這個反聲音現象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臺灣周圍 都是高溫的環境 所以也容易產生這個颱風 但是因為距離我們臺灣不一樣 所以我們臺灣在這個聲音現象的時候 那我們受到這個颱風的侵襲的這個風險 會比較小 反聲音現象的距離我們都很近 一行程的時候 往往都是門口抬 距離我們太近了 所以它對我們的風險會比較大 那氣候暖化 它就會帶來這些 第一個樹木我們很難去掌握 它的強度我們可以預計它越來越強 第三個這個配合海溫的變化 它的這個路徑的變化 有的時候距離我們遠 有的時候就在我們的家門口 所以對我們的衝擊 其實是非常不一樣 剛剛採訪中也說到了 不管颱風它來不來 只要它一發生 其實對於防災來說 都是一個考驗 都是一個需要去防備的事情 是今年其實臺灣說實在還算幸運 儘管已經有好幾個颱風 但是沒有說真的對臺灣造成非常大的一個傷害 但是美國恐怕就不是那麼幸運 美國接連兩個非常強的颶風 也就是我們說的颱風 對美國造成非常非常大的衝擊 來看看 俄馬以四級颶風的威力登陸佛州沿著坦帕灣區往西北一路橫掃 帶來狂風暴雨導致多處淹水 東北部的捷克森維爾市發布爆紅緊急狀態 因為流經市區的河水暴漲涌上陸地 市內部分地區淹水急腰 當局表示這是捷克森維爾市百年來最嚴重的大洪水 厄馬超過時速一百六十公里的強風 重創佛州的電力設施 截至當地時間十一號傍晚 至少有七百四十萬戶停電 厄馬的來襲也導致超過六百人必須撤離家園 專家估計這波災損恐怕高達三百億美元 美國今年的重大天災不只有厄馬 還有八月底的哈維颶風 受到哈維颶風的影響 德州的大修士頓地區短短三天 就降下超過過去一年份的雨量 還引發罕見的洪災 許多車輛房屋都被大水淹沒 大批民眾淪為無家可歸的災民 哈維重創德州 說喚起大家對十二年前卡催納颶風 摧毀紐澳樑的記憶 當年卡催納造成的災損達到一千六百億美元 有經濟學家預估哈維的災損 可能會超越卡催納 而漫長的重建工作恐怕也無法在美國總統 川普四年的任期內完成 不過王老師這兩天天主教教中 才在譴責部分國家的領導人說 你根本沒有重視這個所謂的全球暖化 導致地球這樣子一個災難 可是 美國總統川普 他其實也講得很清楚 全球暖化是一場騙局 是謊言 是這些科學家們變出來的一種 所謂的推脫支持 這幾個颱風 現在看起來全球的一些災難 可以歸罪到全球暖化嗎 我們認為是的 我們如果我們那個把時間放得很長來看 在地球的過去 它也會有暖化 在地球過去一定會有颱風 也有暴雨 但是在一個目前人為造成的暖化的這個環境裡面 跟我們過去所瞭解的其實完全不一樣 第一個它發生的時間會非常的快 快到地球過去 它從來沒有這樣子那個發生過的 第二個它的強度 可能也都是超過我們的想像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過去這個新聞的報導 居民的體驗 我們可以用三個的話來說 那目前因為暖化所造成的衝擊 其實都是我們過去眼睛沒有看過 耳朵沒有聽過 心裡也不會去想到的 那暖化所帶來的衝擊 它表現在大氣 在海洋 甚至於將來還會擴展到我們的兩極的冰雪圈 然後深入到我們的地殼 所以它帶來這個全球的變化 是我們地球過去沒有經歷過的 是 不過陳老師您在那個災防中心 也做了一些模型 也許十年二十年乃至於七八十年之後 包括臺灣在內全世界會變得非常非常可怕嗎 我們先來看一個這個數據 這個還不是模擬 這個是我們基本上我們過去統計 這一九七年之後大概四十年的這種所謂 極端強降雨颱風 這每一場颱風都對臺灣帶來非常大的災害 我想這個很簡單的統計大家可以看到 大概在兩千年以前 大概我們兩到三年才碰到一次這種所謂 極端強降雨的颱風 可是事實上兩千年以後呢 我們幾乎每年都會碰到一次所謂這種極端強降雨颱風 這個還不關於我們整個經濟發展 那是可能造成災害 光天后的一個改變 事實上都已經帶來 所謂這種強降雨的一個改變 所以事實上對這過去這兩千年以後 每一場颱風對臺灣的災害來講 都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挑戰 所以我們就思考說這些問題 到底是不是因為暖化所造成的 如果是在暖化持續的狀況之下 類似這樣的情況會不會持續的在發生 如果會的話我們在防災 或不管是民眾的意識 政府政策等等 需不需要有相對應的作為 來因應這種極端強降雨颱風 過去是很少見 那未來是變成常態 您這張表所謂的強降雨的定義是什麼 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在一九七年 大概有兩百場颱風會影響臺灣 那這是前二十名的颱風 OK 前二十名颱風 我們把它放在每十年十年的時間發生 如果在一般統計來講 應該是平均每 大概每十年到四到五個 可是我們發現這個統計基本上 是不是那麼一樣的均勻的 而且是非常的突兀的 在兩千年以後 他幾乎有一半 這二十名的強降雨颱風 幾乎有一半發生在兩千年以後 是 所以這樣子 就不禁讓我們懷疑說這整個 就是清台最嚴重的二十名颱風 對 絕大部分是在這幾年發生的 對 我們來看看這張表呢 是一九七零年到一九七九年呢 只有七三年一個娜娜 七十年貝斯 七八年阿拉 然後八零年到八九年呢 只有兩個林恩跟沙拉 九零年到九九年有三個 可是呢 兩千年到兩千零九年 這十年當中 象神 納利 陶茲 納克利 閩都利 海棠 科羅莎 辛勒克 牆密 卡梅基 莫拉克 所以這個看著說 我們受到的威脅越來越嚴重 也越來越擊破 是 張老師 這是一個科學認定的事實 我在想說如果以 就是說我們知道 讓數字會說話 的確如果用這個地方裡面來看呢 的確有這樣的一個防災的一個意思 我想有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就這個統計 那這是個事實 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個颱風數 把整個去把它做了一個 更久的一個歸納的話 那我們也可以發覺說 他這裡面可能會隱含著一個颱風 他本身的一個大概四十年到六十年的一個 週期性的變化 那這裡面也包含了全球軟化變化在裡頭 所以這樣的一個 也就是說 如果再把這個數據 再往後 再把它稍微推演一下的話 也就是說從二零一零年以後 一直到最近的這些的颱風的時候 對臺灣造成的影響 似乎在這個兩千年到二零一零年 這個似乎又是另外一個高昂 所以這裡面我們可能需要 還有更多的數據 需要去解讀 那第二個要去做說明的 也就是說 過去我們也都有軟化 剛才王教授也提到 過去我們都有軟化 那現在軟化跟過去的軟化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實際上來講 就人這個因素 過去這一些的因素裡面 都是一個純自然的 所以他們在調節的過程裡面 我只要五個人說好了就沒事了 可是今天有第六個人進來 也就人加進來了以後 這整個的一個平衡系 變非常的亂 所以我們根本不知道未來 他們這六個人到底要怎麼去平衡 唯有我們可以知道 當這個平衡被打破 他不會再回來了 他會是一個新的平衡態 所以在一九九年裡面 我想王老師的專長裡面 在地址裡面好像有人已經提出了 叫人類似這件事情 是 那這件事情也就是說 過去我們在自然界裡面 主導的這個都是一些自然因素 那從九零年以後 他發覺說這個世界 可能是人類是一個主導 那也就是說 我們已經破壞到了這個 整個自然的循環 那新的平衡還是什麼呢 我們就 我們不知道 那我們最困惑就是說 當我們面對不知道 就代表說我們過去的資料 我們沒有辦法再拿來參考 瞭解 瞭解 所以我們就開始 會更恐懼了 那其實有一句話 就是說 大概很少人知道 第三次世界大戰 是不是核子武器所引起 可是我們會很確定 第四次世界大戰 一定是拿石頭 拿木頭在打仗 那時候人類已經毀滅得差不多了 可是我們來看看 其實大家應該很有感 是說 今年四五月的時候呢 沒有颱風 可是從北到南呢 暴雨成災 霈雨 霈雨也是這樣一滴一滴 不是 霈雨都是嚇得很誇張 同樣的呢 在這兩天 菲律賓呢 其實呢 在我們這邊南方呢 並沒有形成 還沒形成一個颱風的時候 還不是颱風 菲律賓就已經是暴雨成災 我們來看看 菲律賓又傳出淹水災情 接近中午時分 一個熱帶氣旋 以時速達到60公里的強風 夾帶豪雨 在呂宋島東部的奎松省登陸 橫掃這個飛國最大島 結果首都馬尼拉和附近省份 隨即陷入一片亡羊 大小車輛在變成大水池的馬路上 動彈不得 行人寸步難行 只有小孩還能泡在水裡苦中作樂 儘管飛國當局事前 已經對馬尼拉和19個省份 發出豪雨警告 同時撤離奎松等地 地挖地區的居民 這場熱帶氣旋帶來的暴雨 仍舊讓人措手不及 目前傳出有13人下落不明 此外馬尼拉股市因此停擺 政府機關和學校也被迫停止上班上課 據轉職 幻明報導 這是這兩天在菲律賓的情形 可是日本的情況恐怕是更為清楚 更為明顯 以前在日本呢 大概是幾年才會發生 發布一次叫做這個瞬間暴雨 可是今年以來發布了九十幾次 日本呢在這幾個月呢 特別是在九州災情非常嚴重 但是這一次這個泰例呢 看著又要往日本過去 我們來看看日本現在遇到極端氣候 發生了什麼事情 大雨不停下造成交通視線不良 日本關係 那兩線十二號突然下起大暴雨 一個小時累積雨量 達一百到一百二十毫米 讓氣象廳緊急發布 順時暴雨特暴 要求民眾避難防範突出災情 事實上這已經是今年以來 第九十次的順時暴雨特暴 是過去五年來最多 隨著颱風季節來臨次數 還可能持續攀升 日本過去平均約幾年才會發布一次 順時暴雨特暴 但今年入夏以後卻屢屢發布 專家分析天氣變化異常 來自沿岸海水溫上升 導致水蒸氣累積在海陸交界 不斷向陸地推進 一旦碰上山頭就會形成激亂雲 引發局部地區的急中暴雨 今年走走三十七條人命的九州好雨災情 就是典型案例 當時當地的築後川的二十六條支流瞬間氾濫 強烈的水流侵蝕地盤 上百個村落的屋宅因此受害 就連蓄水池也有四十五個潰堤 帶著超過五公尺的漂螺木清洗民宅 為了防範順時暴雨 部分測試單位利用氣象廳的 洪水警報危險分布系統 也有居民嘗試利用產官學合作開發的系統 結合地區小群雷達 能捕捉半徑三十公里內的雨雲狀況來分析 預測三十分鐘後是否會淹水 而上個月陸入颱風來臨 就利用此系統成功事先疏散居民 專家分析順時暴雨也會發生在都市區 東京都因此之前就設置了地下水調節池 防止暴雨排水不力淹沒節到 記者是這麼的 不過陳老師還是回到臺灣的部分 我們看到其他國家好像遇到很大的問題 臺灣自己是不是在所謂的瞬間暴雨 我們也在這幾年遭遇到很大很大的威脅 我們來看看這個也是包括災防中心 跟其他單位共同推的一個叫臺灣氣候變遷 推估與資訊平臺的資料 他統計呢 從一八九七年一直到二零一六年 整個臺灣各區北中南東的降雨的情形 看得出來我們的降雨變得很大很大嗎 如果是像這張圖所顯示 大概如果是全年的一個雨量的話 是 如果肉眼看其實除了幾個特殊極端個案 臺灣的整體的降雨量 並沒有一個太明顯的改變 可是臺灣有一個非常特殊的狀況 這個是平均值嘛 對 對 所以大概是一百年前呢 大概都是在平均值下 然後只有九六年 九七年呢 標得很高 可是後來就上下 上下 上下這樣子 是 就是說 並沒有一個趨勢一直往上 對 就是說不會說臺灣的雨越來越多 或這種 可是呢 臺灣的狀況是說 它的本身的降雨分布越來越不平均 意思說同樣的雨量 可是它越來越集中在所謂的夏季 那我們的春冬季 所謂的一般講的枯水期的雨量 是減少的 OK 意思是說 事實上 所以我們經常會發生 所謂在一期到做 就是春季的時候容易發生缺水 現在目前每年幾乎都會很容易出現 所謂缺水訊息 就是這樣 就是說本來像我們北部的水庫 不然石門水庫 翡翠水庫 都可能因為像冬天的降雨 春天的降雨帶來雨量 當這雨量變少的時候 我們就容易發生旱象 可是它少的雨 它反而集中在所謂夏天更集中了 剛剛主持人提到 像眉雨季 或是颱風季 或是像午後暴雨 類似這樣的降雨型態 越來越多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不利的一個天氣型態 本來我們是冬天 春天可以收集雨水 當作水資源備用的 可是這部分的雨少了 不然說我們農業用水會減少 可是到了夏天之後 它與過度集中 集中也不是一個好事 就是它容易發生水災 那事實上對水庫的蓄水 也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包括我們講的這個土地 淤沙等等類似這樣的問題 那類似這樣的情況是在台灣 目前過去四五十年來 所看到這個趨勢是越來越明顯 所以非旱即遭的意思 大概就是來描述台灣目前的天氣 要嘛就乾旱 要嘛就鬧水災 是 你不需要水的時候 它一次水全部給你 你很需要水的時候 它怎麼樣就是不下雨這樣子 不過汪老師我要請教你 相較起地球史 人類出現在這個舞台 也不過是兩三萬年 然後呢 人類可不可以為非作歹 作減自負的這個 也不過是幾百年而已啦 相較起地球 這一段我們真的可以推估說 就是因為人類導致的全球暖化 所以不久的將來 我們就要自己毀滅自己 有這麼悲觀嗎 或者是它其實只是地球變化的 小小一段過程 很快又變回來了 從地球的角度來看 它的四十五億年的這種歷史 我們實際上真的是一瞬間 不過這個從人類的這個時間 尺度來看的話 我們創床的禍 其實是非常的可怕 您剛剛說我們人類歷史兩三萬年 其實大概不止啦 我們現在看人類的這個最早的 這個人類 我們這個自然的人類 大概是二十萬年 所以我們從二十萬年以來 其實人類一直不斷地在開始發展眼鏡 不過那時候還是拿石頭而已 是 那時候是比較這個自然 比較原始 就是從工業革命過以後 一七五零年以後 一切都改觀了 它的變化 它造成的衝擊非常大 那最明顯的衝擊 我們可以看得到 就是我們這個空氣裡面 二氧化碳的含量 我們量得非常的準 然後我們掌握得也非常的好 我們可以看到自從一九五零年以後 我們空氣裡面二氧化碳 它的這個含量 就已經超過過去三百萬年來的這個上限 所以他告訴我們說 我們人類已經闖了一個禍 我們越過了一個自然的界線 然後我們改變了地球生態的平衡 從大氣到海洋 一直到我們的地殼 是的 我們正在改變這個地球 地球它會把它修正回來的 它需要百年千年甚至於萬年的時間 它會很耐心地把我們的錯誤都修正回來 只是在修正的過程裡面 就像我們剛剛鄭老師或者陳老師 他可能也要人類自己付一點代價 要的 他就用非常極端的這種方式來呈現 那溫度它就會越來越高 我們的降雨就變得越來越極端 不是豪大雨 就是乾旱 以臺灣來說這種乾濕之間的這種變化 非常的明顯 我們看我們過去的這個百年來的記錄 我們的下雨的天數一直在改變 我們的全臺灣下雨天數一直在減少 南部減少得更誇張 以前臺南它一年下來的這個雨量 佔的這個天數 我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它可以到一百二十天到一百三十天 現在呢不到九十天 一年喔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它下雨的天數越來越少 然後乾旱的時間越來越長 過去我們臺灣的平均來說 我們乾旱的這個比率啊 大概是百分之二十 現在超過百分之三十三 也就是說乾旱的時間越來越長 可是我們下雨的天數呢 過去也差不多是百分之二十這種天數 現在只剩下百分之十三 一個在增加 一個在減少 所以我們的兩個是加起來了 我們一年一半的時間 不是乾就是濕 目前這個趨勢越來越清楚 而且一直往這個方向在演進 我們來看看同樣這個網站 這個其實是很有意義的 其實不要管那麼大 不要管到全世界 就好好管那個臺灣 不管是臺北高雄 我們先來以臺北為例 你可以很清楚 從一八九七年 一直到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還沒過完 這個趨勢呢 用一個平均值呢 作為零為基準 你可以看到一八九七到大概是一九六八 其實這大概是一百多年 都是在平均值下 可是你看到這個趨勢 那我們不是講地球 我們只講臺北這個觀測點 臺北呢 在一八九七呢 你看是變成正一點零九度 然後呢 一直往上 然後呢 零點七七 一點三 一直往上 到二零一六年呢 是一點五二度比平均值增加一點五度 一點五度是多嚇人的這個數字 氣溫的逐年增加 當然在臺北感受最深刻 然後又加上熱道效應 這個對臺灣的所謂的災難 會發生很大很大的衝擊嗎 鄭老師 其實像這種溫度越來越高 實際上就我們人裡面來看 就是說我們不談到其他 就對人自己的感受 我們就會知道說 我們能夠耐熱的程度 你現在有多少 那剛才呢 這個地方 我們只看到了平均溫度的改變 我們還沒看到最高溫 最高溫 我們現在也暫時可以不用看 我們先看 如果假設人能夠容許的 是超過 不能夠超過三十五度 我們就是看一看 超過三十五度的這個日子 是不是越來越多 這是第一個指標 第二個 如果我們需要開冷氣 或讓我們需要去做一些人工的調節 我們自己的溫度的時候 我們假設我們二十八度要開冷氣 那我們就會發覺到說 我們最近幾年 超過一天裡面 超過二十八度C的時間跟過去裡面來比 長的非常的多 也就是說 過去太陽下山六七點冷氣就可以關了 現在你可能要到十一二點 那如果家裡沒有冷氣的呢 那怎麼辦 那你就會發覺到你的身體的健康 你身體的 你必須要去重新調適了 也就我們不管其他的環境了 是 你身體就必須重新調適 那從生物的觀點上面 你的調適能不能這麼快 可能我們就要去思考了 那你除了溫度衍生出來的 那這裡面的天氣 其實剛才我們也談到了 我們陳主持人也提到了 都市區裡面的降水 實際上他也跟我們整個大區的降水一樣 都市區裡面可能要更明顯 就是要嘛全部乾了 要嘛就一次都下給你 OK 那你再加上都市區裡面 不透水層的增加 這些的因素加達在一起 我想都會讓我們的整個生活環境 會面對到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不過講到氣溫變化 剛好災防中心有很沙律 有很紮實的這個研究 就是在未來或者是現在 我們超過不管是叫做二十八度 三十度乃至於三十五度 人類容忍的這個很高值 未來會是一個非常大的改變嗎 是 事實上面對氣候變遷 其實政府過去這幾年來 長期推動這個氣候變遷的研究 也就是說我們要想要瞭解 到底氣候變遷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所以就有一群科學家 大概在一天努力之下呢 就嘗試做了這樣的一個評估 事實上我們這是利用全世界 大概有超過四十二個氣候模式 所模擬出來的未來的這個全球 臺灣的一個溫度的一個改變 未來是多未來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這個數字 大概每二十年 上面有每二十年 大概有一次 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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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零 對 這就是大概二十多年內會看到的景色 這個是大概四十年內會看到 這六十年 這八十年 所以從白地瓜變成紫地瓜 那個意義是什麼 就是說整體臺灣來講溫度的升溫 就越來的越明確 這是一個平均溫度 他可能四季末可以到四度到五度 那事實上剛才主持人提到 過去一百年臺北的溫度 也只不過上升到在一點五度左右 所以如果在未來二十年 他上升了兩度到兩度 事實上這個是一個 比過去一百年上升溫度還要高 所以這是一個相當極端暖化情境 我們當然不希望這種情況發生 不過現在因為川普他不願意加入 巴黎協議的情況之下 很可能我們這邊所描述的這個RC86 就非常極端暖化的情況下 出現的機率不是沒有 陳老師 你這個是二零二一到二零四年 增加兩度到二點二五度 是 所謂的增加是以什麼為基準 就是比就是所謂的那個 剛剛我們那個 工業革命以來那個平均值 就是這兩百年來的平均溫度 對 一百年 應該是一百多年 一百年的平均溫度 那等於說再過二十年之後呢 我們會增加大概快到三度 是 然後呢 在六七十年到八十年之後呢 我們最高會增加五度 是 五度的意思說 像今年夏天最高溫大概是三十九 這個是全年的平均溫度 我們來看下一張表 所以以後我們會常常破四十度 四十度 這個很有趣 我們來看下一張這件事情 其實臺北市會不會發生超過所謂四十度 目前在模式裡面還是比較少見 因為本來臺灣還是屬於海島型的氣候 是 那可是呢 它所謂極端高溫出現的頻率呢 基本上是會增加的 舉例來講 我們看這張圖表 就是事實上 這個過 這是過去這個六十年來 大概每二十年臺灣 臺北市超過三十五度的一個天數 大概從平均二十天 一直到現在大概四十幾天 那在我們模擬的情況之下 在剛才暖化大概三到四度的情況之下 臺北將近會有八十五天 這樣天數就超過三十五度 那三十五度什麼意思呢 是WHO在定義人體舒適的一個感覺 會不舒服 開始身體會產生不舒服 所以事實上這樣的臺北的天氣能是讓未來這種極端的高溫做變成一個常態 我想這個是在總為極端高溫的一個 就是說會不會不過四十度機率不見得那麼高 可是他會平均的一直變得都很熱 一年才三百六十五天 三百六十五天會有八十五天是超過三十五度 是 定義說我們差不多有一個月的時間要中暑這樣子 不止一個 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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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月要中山 然後這時候 第一個 人的那個生命健康是第一個受到危害 第二個 因為你怕生命受到危害 你要開冷氣 所以我們的能源需求恐怕會大增 是 再來一個呢 因為氣溫的關係 我們的整個災害防救 恐怕要有更多的準備跟思維 我們再來看看 這是一個氣溫 一個是雨量 臺灣從現在開始 究竟我們在極端氣候上面臨到什麼樣的威脅 南投信義鄉 神木村的鐵皮屋 抵不過大雨 及愛玉子溪大水掏空 應聲墜落西床 一夕之間 臺二十一線成了水鄉澤國 造成這樣觸目金星景象的不是颱風 而是今年六月初的梅雨封面 當時不光是南投受害 雙北和基隆都降下 很可觀的雨量 像是新北市淡水區 新莊子五十八號前 整條馬路都變成河流 民眾必須靠著消防人員的協助 才得以脫困 其實不只是梅雨封面會造成淹水 去年一場午後雷震雨 就足以讓北北基淹水 像是汐止仁愛路部分路段變成河道 停在路邊的機車 被水淹到一個輪胎深 還有汽車幾乎半個車身 被水淹沒 根本動彈不得 這幾年雨越下越大 氣候也越來越不穩定 到底該如何防災 成為無法忽視的重要課題 不過汪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這十年來臺灣在八月的時候 八月應該是算熱的時候 所以雨應該也算多 我們來看看雨量變化 說實在看得有夠灰 北中南東呢 其實雨量變化是非常 我們叫什麼 隨機的Random 也看不出一個什麼 往上或往下的趨勢 那當然那會跟颱風有關 你八月來一個颱風 那整個雨就往上飆了 然後九月才來的時候 八月雨就往下掉 所以如果我們比較八月 恐怕在雨量上看不出來 一個非常明顯的意義 可是我們來看看 八月的溫度就很清楚了 八月的溫度呢 拜託我們來看看八月的時候了 我們來看看紅色這個 特別是在臺北最有感 臺北呢 在二零一七年八月均溫到三十一度 我們是講整個月的均溫 是 溫度會是一個非常非常 未來可怕的變化 會的 臺北市在今年八月 它的月均溫是三十一點一度 這是破了我們自由觀測以來的紀錄 就是八月的臺灣最高溫 不只是臺北市 全臺灣的月均溫來說 今年八月都是 臺北市都是最高的 那這個代表的暖化 我們將來一定要面臨的趨勢 我們的溫度越來越高 我們的這個 不管是白天 其實晚上這個半夜的溫度上升的 其實也非常的快 疏率其實比白天還要快 所以將來的夏天第一個會越來越長 我們高溫熱狼會越來越明顯 對於我們的這個健康 當然受到的這個衝擊會很大 但是對於整個生態環境的影響 其實非常非常的這個明顯 那不能夠耐高溫的 那這個不能夠承受這個環境快速變化的 不管動物也好 植物也好 都會很快地從我們土地上消失 那更麻煩的其實是糧食啦 我們晚上的溫度增加的這麼快 我們後來現在才知道說 晚上的溫度每增加一度的話 平均溫度增加一度 我們這個糧食的產量會減少一成 那現在我們這個已經是超過一度了 所以我們的糧食產量會受到溫度的影響 將來一定會受到很大很大的衝擊 那你說這個一度有這麼嚴重嗎 我要講一下 我在我們地球的過去 我們那個平均溫度要上升一度 大概要五千年 這是自然的狀態 我們現在一百年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我們人類還好 我們會創造一個環境 我們會用空調 想辦法讓我們的衝擊減少一點 讓我們的這個傷害少一點 你像那些動物那些植物 他們現在每一天都在外面 遭受到這個極端氣候 不管是溫度也好 降雨也好 所帶來的折磨跟傷害 所以我們說我們現在進入 第六次的生物大滅絕 就是因為我們人類所帶來的這個極端 談到人類的滅絕 其實有一個詞 叫做所謂的那個氣候難民 臺灣民眾可能覺得 有可能跟我有關 其實我們看到這兩個星期 那個美國的這兩個颶風 就造成了包括中美洲 其他地方很多的氣候難民 臺灣可能會無感 可是你想想 就是說臺灣這幾年行水區 或是在河床旁邊的那些住宅倒塌 掉到河裡面去 我們就必須讓這些住在這些區域的人 離遠離這些災區 某種程度 這也叫做氣候的災民難民 然後全球濃化 勢必會導致海平面上升 住海邊的人 你要再怎麼測 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大家在談未來全球難民 以及現在遇到的問題 太平洋至少 已經有五個島嶼淹沒了 然後中國沙漠越來越大 由五點四萬平方公里變成沙漠內蒙三萬個人被遷徙安置 中東這個漢區越來越多兩百萬人流離失所 非洲二零二零年農作物收成會減半 四千到一億七千萬人會有糧食危機 美國的部分加州會有乾旱 然後二一零零年會有一千三百萬的居民流離失所 日內瓦境內流離失所監測中心 他說過去八年有兩億多個人 因為自然災害被迫離開家園 康乃爾大學說全球暖化造成海平面上升 二一零零年二十億人 將會被迫離開家園 如何不做氣候的災民 甚至氣候難民 我們來看看 加勒比海島嶼 分屬法國跟荷蘭的聖馬丁島 歷經颶風扼馬肆虐一星期之後 還是滿目瘡疑 到處可見斷源殘壁 儘管兩國政府 其他國際跟私人機構 都在第一時間投入救災 但還是有大批災民參風露宿 甚至因為糧食飲水極度欠缺 導致木無法計的武裝搶劫案件 頻傳引爆民怨沸騰 災區民眾不滿當局沒有事前預警風災的嚴重性 事後救災又慢慢拍 為了瞭解屬地災情 格蘭國王亞利山大以及法國總統馬克宏 相繼前往聖馬丁島勘災 兩人都對災區現況表示震驚 不過在法國屬地頂著大太陽苦等物資多時的居民 或是希望搭上法國班機逃難的人 看到馬克宏都沒有好臉色 還有婦女大面嗆馬克宏來幹嘛 另外英國外長強森也陸續前往 巴貝多英屬維京群島以及安奎拉島 慰問受災公民 這次在厄馬行進路線的巴哈馬 則是出現特殊景象 有民眾拍到原本一望無際的海灘 在厄馬經過期間海水突然消失 氣象專家解釋 這是因為颶風中心的氣壓十分低 造成沿岸海水流向颶風核心 當地民眾拍攝到的畫面也顯示 在厄馬離開的13個小時之後 消失的海岸線又回復正常 記者陳秋梅報導 陳老師因應全球氣候變遷 臺灣的防災需要有更大的思維跟改變嗎 是 其實臺灣算是面對災害非常有經驗的國家 所以事實上我們的防災經驗是操作的 算是相對成熟 可是面對這種極端氣候的 剛才王老師有提到 你可能會沒有碰過的災害 可是更極端的災害都可能發生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科技部 要進行這樣的災害模擬 就讓我們知道更極端災害的情境之下 我們現有的防災體系 除了一般的防災應變操作 撤離這個標準作業程序之外 在比如說國土政策 防災的一個長期的調適政策 是不是要相對應 事實上現在相關的部會呢 也根據這樣的一個結果 去思考未來在極端深思 比莫拉克還要大的一個降雨的情況之下 可能帶來對防災體系多大衝擊 我們該要做怎麼樣的一個因應作為 基本上都已經開始陸續 莫拉克的雨量是三千多毫米 是 我們可能會遇到比莫拉克更可怕的雨量 我們做了一個模擬 就基本上就是說 假設在剛才提到暖化情況之下 同樣發生莫拉克這種大氣的環境降雨 這樣子颱風的降雨會增加 大概將近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雨量 意思說將近大概到四千多毫米的雨量 四千多 對 我想這樣的一個災害的模擬的情境 我們也進行那個評估 事實上的確會帶來相當嚴重 像剛剛提到 不管像美國這種 最近對整個社會經濟發生 產生非常大的衝擊 短期之間不能回復的這種狀況 是我們在防災上要去提早 汪老師 我們該做什麼又能做什麼 兩件事情 第一個一定要減能減碳 我們要減少我們對環境所造成的破壞 讓這個暖化的速度能夠減緩 現在是往這樣子 我們希望它慢慢平下來 然後把它減化 讓我們子孫活久一點 我們可以多有一些時間讓我們去做這個因應 那這是第一個 但是這是長期的 就好像吃中藥一樣 第二個 一定要開始因應調適 也就是防災 那未來高溫還會繼續的上升 我們的颱風的威力還會更強 今天你看到這個Harvey 看到ERMA 但是你不要忘掉了 我們2013年的海驗 海驗它的風速 一個小時最高的時候 三百一十五公里 是 那一樣 那是非常可怕的 魔鬼颶風一樣 那這個都是因為我們造成的 那現在帶來的好大雨 那就像你在這個螢幕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每一天的雨量 你剛剛 我們說這個Harvey是五天才會造成一千兩百毫米的雨量 我們是一天 我們一天就會超過它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未來暖化以後這種情況還會很大 所以我們一定要開始防災 防災 就是讓我們能夠避免更大充電所帶來的傷害 所以基礎的建設 我們民眾的意識 我們政府的救災 我們組織的災造 都是我們現在要去做的 總而言之 不要因為一次沒有那麼準 然後就怪我們的氣象單位 而是應該要給它更多更多的武器跟資源 讓我們擁有更大的防災 以上節目 可在公視網站 家妻服務引營網 隨選觀看七天 好節目不錯過 公視家妻 讓精彩繼續 神經 神經 天啊 我們八蛋 你幹嘛停下來 靜人士聽天命 懂嗎 潘昭義 你養的狗會咬人啊 開著辦 現在我徵求一名勇士拉台前跟我進行遊戲 你好這位先生 怎麼稱呼 叫我小蘭就可以了 好的 小蘭先生 你必定有聽過俄羅斯輪盤 我們開始了 什麼東西啊 魔術朋友也會死人知道 就是說 還說什麼世界級女魔術師 不要管她 人不是她差的 也許是我 尤其死者 並不是魔術師